明天是六摘日 为四大天王视察人间善恶之日 劝请大众持守霸观栽解 阿弥陀佛 海淘法师救护众神讲座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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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在念佛诵经持重 目的就是一直慈悲 一直慈悲 不执着的慈悲心 一直练习 人之所以会痛苦 是因为他有一个执着 而产生了贪心 称心 愚痴邪见 傲慢 嫉妒怀疑 然后他一直贪嗔痴 他就会一直伤害自己 最明显的就是开始生病了 开始痛了 夫妻关系不好了 事业不顺了 就会这样了 跟这个世界就抵触了 对抗了 那我们所以要转念 那么观音菩萨 阿弥陀佛 那就是我要把我自己 完全的放下 跟着阿弥陀佛 学习观音菩萨 这种平等 没有分别的 观自在的 这种智慧 空性 只管对无分别的各种众生 慈悲 特别各位 你心里恨的时候 你要记住 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抱怨 对某一个人不满的时候 危险就来了 烦恼就来了 冤心在主就会找这个机会找你 因为你的心里有问题 它就会侵入你的身体 伤害你的修行跟事业 要琢磨 因为那个时候 你只要赶快 阿弥陀佛 那么观音菩萨 完全的融入 无我的 学佛菩萨的慈悲 那各位要这样子来 拯救自己 自立 也来拯救众生 无量无边的众生 各有各的烦恼 但是慈悲心可以化解一切 慈悲无障碍 因为有了真正的慈悲心 那么 加上佛的加持 他们的贪嗔痴 所造的恶业 通通可以消除 这个叫 奥马尼伯明 天道的人骄傲 阿修罗人 道的人喜欢嫉妒战争 人道贪欲永不停止 那第一道 二鬼道 哎呀更苦了 很严重的贪嗔痴 造了恶业 所以我们要赶快转变它 奥马尼伯明 远诸佛菩萨的大背心的加持 让他们各自的这种 六道的烦恼 跟六道的恶业 都帮他净化掉 愿他们一起发起六道众生 皆有佛性 愿他们用他们的佛性 只要他们发起了愿成佛的菩提心 然后诸佛菩萨 加持他们 奥马尼伯明后的大背心 也感动他的心 他也会用他的慈悲心 当他用他的慈悲心的时候 也愿意感恩佛而发起菩提心 那个时候 他们各个都超度了 一直超度 所以我想各位 不是说我们对别人是如此 对众生很会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念阿弥陀佛 从来不对自己慈悲 这是错了 那佛教是你必须对自己慈悲 你必须善待自己 你才会对别人慈悲 如果你心中有恨 你怎么对别人慈悲呢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内心 保持不恨的状态 不抱怨的状态 不生气的状态 如果你要生气 你有一百个理由可以抱怨跟生气 你看那个帐篷又不高 又晒太阳 我也要饭吃得不好 我位置坐得不舒服 你要抱怨阿 那整个世界都配黑暗了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变化无常的 你要接受这个变化无常 接受这个因果 这个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佛陀跟我们讲的这个三法印 你要看清楚 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 变化无常无奈 人生苦短 十之八九不如意 结婚呢 结婚原来是如此 这样就好了 你要把这个事情看清楚 接受它 超越它 但是烦恼来了 处理它 赶快奥马尼勉勉弘 赶快拨热心经 赶快拿摩阿弥陀佛 都可以 你要懂得烦恼来了 忘念来了 不舒服来了 你赶快转念 所以各位刚刚拿了一个烟供包 去布施的时候 内心平不平静啊 那个叫平静 平静不是什么事都不干 平静就让你懂得关心别人 因为你用平静的心去做平静的事 也让众生得到平静 因为他在饥饿啊 他在生病啊 他在苦啊 他在没有水喝啊 所以我们布施给他 让他得到 一种外表的平静 身体的平静 然后进一步让他心里得到平静 歐马尼勉勉弘 所以各位你念歐马尼勉勉弘 要告诉你自己哦 我要保持平静 保持慈悲 保持包容 保持原谅 不要让自己 你要善待自己 对自己慈悲的人 才有能力对别人慈悲 假设这个法师很爱生气 那我讲的都废话 我从头讲到我也都在骂你 因为我也有生气的心 讲出来的话就是 让你死 让你死 这样 不管我怎么样念啊 里面都不好 所以我认为 唱歌好不好听 不在意调对不对 但是 哇这个唱歌 就像一个小朋友 阿公生日了 他很高兴 阿公生日快乐 哎哟 阿公一听啊 哇这个最美的声音啊 因为他知道这个孙子 很希望他快乐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 各位 心态 你要随时 让自己安住在 空性平等 最好的方法就是 念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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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观音菩萨 所以各位刚刚 你平常不会念很多语鬼 至少你会念这个来 摁阿弘 就投下去了 摁阿弘 就给他超度了 这样 所以 你去洗碗啊 你有一些残渣啊 你都把它摁阿弘 化为干净无量 你就给他 歐曼陀佛 希望 他们能够得到你的布施 得到一个超度 什么叫超度 来 没有烦恼 离苦得乐 要超度 所以我希望各位 你要先超度自己 好不好啊 从昨天超度 今天超度 明天要超度 结果你回家 一点都不超度 那这样就没有用了 所以像我一样 我跑来跑去 每次我碰到很多信徒 诶 师父 我就问他 你看我有没有变阿 一年看我一次两次 我有没有进步阿 外表一定是不行啦 越来越老啦 但是我讲的是心态阿 我的心态有没有越快乐阿 我跟你感觉是不是很悲剧阿 很痛苦阿 不会阿 对阿 我们每个人都要 越来越进步阿 这个就是供养佛菩萨 供养佛菩萨 每次去看爸爸妈妈 都让爸爸妈妈觉得我们 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快乐 爸爸妈妈才会安心嘛 所以希望大家 但是你只要认真 一定会进步 不要用烦恼心来修行 不要用有所求的心来修行 不要用执着的心来修行 要全然放下 放下就是把自己的不好的念头 都给他放下 大家不是为了钱来 不是为了恨来 不是为了交男朋友来 不是为了满足欲望来 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念佛的时候 各位在做早课啊 做网课啊 在家里打坐啊 那你就要放下 专心的让阿弥陀佛来加持你 专心的让自己的心 投入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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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个钟头 那个时候啊 那个夜的流啊 那些不好的就断掉断掉断掉 那你那个时候你就 那个时候就 病就不会再发作 因为什么 因为你擦药了 你擦药了 你已经让你的心态 不再刺激你的痛了 所以所有的痛就是一个 一个不好的心态 不甘愿 抗拒的心态 那一个人为什么会 骨头断掉 你很骄傲 批评这个世界 很主观 所以你每次都会跌倒 每次都会断掉骨头 所以 因为你的想法 但是你没办法 24个钟头都保持 但至少每天 半个钟头 一个钟头 插一只香 我现在做烟共 插一只香 这个像两个钟头 那我要保持两个钟头的八观再戒一样 保持两个钟头的 欧玛尼勉勇 智慧 慈悲 所以各位养成习惯 所以我很喜欢一直做烟共 如果我一个人 不管借助在哪里 窗户打开 我做一个小小的 然后我就会 一个钟头 加一些饼干 加一些 我就一直不间断的 保持在一个 一个 慈悲心 怨众生 习惟解脱 沿附近的居民 闻到这个香味 这里面充满佛菩萨的加持 也充满了我们各种的功德 翁安慌在这里面 那你二十四个钟头 十个钟头 保持一个慈悲清静的状态 所以一日一夜八观再戒功德太大了 为什么 如果你一日一夜八观再戒 不伤害众生 没有贪念 保持悲心 你能够守一日一夜 不得了啦 二十小节的富贵 六十小节不堕落三二道 你发起成佛的菩提金 念一下 两百万节 富贵自在 不得了啦 肖无量业长远离病苦 向好庄严 所以各位 人生难得 如果你懂佛法 你不会急的要去赚钱 那个赚钱 那个是有限的 无常的 赚功德啊 对不对 赚功德啊 一天一夜的八观再戒 可以让你中平往生极乐世界 念一下 七四升天 升到套利天一次三千六百万年 三千六百万乘以七 一天一夜 可以让你享受 天到三千六百万年乘以七 你还会去忙世间的赚钱啊 随缘就好 把握机会修行啊 做功德啊 如果你用慈悲心手八万才戒 哇 两百万节 那不用算了 对不对 所以呢 黄金白银飞为贵啊 唯有加沙披肩啊 能够手八万才戒啊 短期出家啊 所以各位你这样想像我这么会算的人 算一算我当然会出家啊 我是生意人啊 我不想浪费生命啊 我要做大生意啊 赚多一点功德啊 那一切为众生就变功德了 一切为自己变福报了 那这个福报享受会完 它是所做的那样回向众生 回向成佛 回向极乐世界 这才是最聪明的知识啊 对不对 因为你成佛了 你可以帮助所有你爱的人 关心你的人 所有的众生都因为你成佛而成佛 记住这句话 我们现在没有在度众生 因为我们现在是透过别人结缘 这样而已啦 如果你现在有所求的说我在度众生啊 你会很烦恼 因为你还不到佛的阶段 你想要度众生啊 你就会有傲慢心啊 你就会有退转 因为死不上力啊 但是我们现在是大家共修共修 彼此互相鼓励 然后自己还是保持惭愧心 只要有一个众生还没有离苦 还没有成佛 那我们哪可能会成佛呢 所以成佛要发起 就是说我要让所有众生都成佛 为这个而不断的精进精进 就算哪一天你真的成佛了 你都还在精进 你都还在努力 因为成佛的目的是帮助众生 做医生的目的是不要有人生病 对不对 做警察的目的是不要有人车祸 那这个世间 有人在生病车祸 那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各位要一直这样想 所以一个佛的力量不够啊 来 十方诸佛加持 所以我们每天要念佛念法念生 念所有的佛 拿摩十方法界 所有佛 所有法 所有生 所以 一直为这个 在为整个世界 所以各位要 要把香港 把中国 把地球 当做你心中的责任 把所有众生 当做你心中的责任 因为如果你不发起这个心啊 那你就不可能成佛 你修的不过是一个福报 这个福报 如果你要真心的发菩提心 那你要一直一直故意的 把所有众生都放在你心里面 所以念下来 众生念佛 佛念众生 原来每个佛都在念众生 不能他称佛 所以你要一直想办法 学佛的心 所以我们叫一心念佛 那你就要想到所有众生 不要再想你自己 如果你在想你自己 你又烦恼了 你又怕了 你又用心机了 那你就会开始头痛啊 生病啊 腰痛啊 因为你开始用心机在摧残自己了 所以各位 昨天可以错 今天不要错 早上可以错 下午不要错 前一个念头可以错 后面这个念头不要错 因为你已经听到佛法了 如果你各位 你听到佛法了 还故意要让自己去 贪嗔痴犯错 那你将来叫一禅体 没得救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佛法 听闻的状态里面 故意去抵触它 那你就 你生生世世不再有机会 就算你出家 你也听不懂佛法 你就会造成一个很可怕的业 所以我相信很多人学佛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学佛怎么还是做坏事 因为他过去 在懂了佛法的时候 没有真心的忏悔 而且听到佛法 你还觉得说不要生气 结果你还故意去生气 那你前面的累劫的功德不见了 因为你没有归一三宝 归一三宝 就是你要按照三宝的教戒去实践 你现在已经 自己的想法跟阿弥陀佛在抵触它了 你在违背你的戒体 违背你的三归一 那这样你就等于 你会伤害你自己 所以各位呢 我们谁都犯错 我们随时不可 都会不小心就犯错 明明是一个不好的念头 你要马上把它断掉 你千万不能 故意再保留这个念头 所以 昨天我们暂性也讲 我们现在按照佛教跟各位讲 那个念头是不对的 跟对方抵触是不对的 要求对方是不对的 一切只能靠你自己 你自己改变了 对方就自然改变 你是这个心态他就这样 你是这个心态他就变这样 哦原来这个世界是你在主宰的 好好坏坏都是决定你 要叫万法为心所造 为事所现 你改变了 所以佛教虽然我们要帮助整个世界 但是这个世界帮助来自于你自己圆满了 你自己成佛了 你就坐在那边 整个世界都得到你的加持 你的心态是在保持一个悲心 那世界就跟着你改变 所以 虽然我们做了很多 但是 不离开你的心 所以在这一点 佛法没有高没有低 没有哪个法门 对不对 那能够对峙你心的 那就是对 能够发展你的悲心的 那就是大乘佛教 那既然我们是大乘佛教 各位就要负起这个 来 普世责任 众生的责任 你要主动去做 虽然各位我们很会念众生责任 但是你要开始学习 不要太自私 不要坐在车上就眼睛闭起来 车上有五十个人 路上有多少人 海里面有多少 所以每次看到水都想要 这个水里面的鱼 安享天年 每次看到这个水 我可以救很多要被杀的放到这里面来 看到土地 我这边可以盖寺庙 那边可以盖护生园 你要一直想办法 把这个世界都成为众生的净土 把所有众生都让他渐渐离苦 先救他的命 再救他的心 所以进一步呢 让他去净土 让他最后成佛 但是佛是什么样子 你要了解 所以各位要多听佛法 看佛经 佛是什么状态 佛具足什么功德 以及佛在阴地里面怎么修 那我们要把这个道次第 菩提道次第 通通经常念习的很熟 而且你专心在修行的时候 你对这个世间的财色民事税 就会一直没有没有 而且你会有罪恶感 当你想要去追求爱情 追求金钱 你会有罪恶感 这个叫佛性 如果你连这个都没有罪恶感 甚至当我嘴巴在讲别人缺点 批评别人想要骂人 我一点罪恶感都没有 一点惭愧心都没有 那你已经离开你自己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透过各种方法来提醒自己 你透过拜佛 早上讲了 离敬诸佛 我们要消除傲慢 我们要承担众生苦 我们要进入佛的功德 从凡夫地进入佛地 离敬诸佛 你要知道我拜佛是为什么 进一步大慈大悲 我用我的身体来承担所有众生身体的痛苦 我愿意我礼拜的地方都成为一个净土 所以你要一直生起不一样的念头 所以像各位听我这么说 很多人说师父我已经拜十万拜了 我说你给我讲这句话你很骄傲 你根本没拜到佛 拜佛是拜一次消灭一次傲慢心 拜两次消灭两次傲慢心 你根本毫无傲慢心 才代表你做完加行 结果你做完加行 还一直想要显现自己的傲慢 甚至我有做你没做 哇好可怕 你不知道在拜什么 因为你的动机有问题 你可能下辈子会得到一个不错的身材 因为你拜了十万拜 但是你的心呢 却有十万次的傲慢 十万次的不懂的感恩 十万次的不慈悲 得知你比较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想修行是 让我们深口意 通通通通通安住 摁阿红拿摩 完全的融入 那这样我们就会非常的圆满 我想佛教的原理 昨天有说我们的心造的业 就会产生一个业力 然后这个心造业的时候 所得罪的众生 那就是你的冤心在主 所以虽然我们懂的心是错的 但是你业力还是要忏悔 然后呢 冤心在主要回向超度它 然后自己也不断调整自己的心 你也不能说 我就忏悔就算了 我就超度冤心在主 你把冤心在主超度了 结果你心没有调整 那还不是一直招感冤心在主 比如说人家跟你说 你有个感情在主造成你离婚 我赶快写个网声超度排位 超度感情在主 超度完干嘛 我继续找老公啊 那你还有欲望 你还有这个情欲 那第二个冤心在主要来找你报到 一个来一个去 一个来一个去 所以我的讲法不能偏哪一边 冤心在主要超度 但是心念不要让他再起心动念 不要再重复造的业 但是已经造的业 你不忏悔 那也不行 那佛陀给我们讲这些 方法 所以他要我们消除业障 但是你要累积资良 一个人福报不够啊 你叫他要看到空性是什么 什么悲心是什么 看不见 一个人福报不够啊 你叫他相信阿弥陀佛 他相信不来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不断的 广修功德 累积资良 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资良 都是回向给法界众生 回向成佛 回向净土 那这样呢 你的功德才能够保住 这个功德就像一个冰块啊 你随时放在太阳下 太阳一晒 它就融化掉了 不见了 这个功德 要放在空性里面 回向着净土里面 你千万不要去执着我们所做的 做完以后就要放下 没有我 没有你 今天我给你十万块 没有我在做功德 也没有你在接受我的功德 也没有这个十万块 这十万块也是一个幻化的 金钱是无常的 你要永远这样的 这个叫什么来 三轮体空 所以你问我学佛怎么修 佛教不离开禅宗 也就是不离开正念 不管你用什么名字 就是说 你听到的道理 你读心经 你念阿弥陀陀佛 慈悲心 但是你有没有 现在一直故意保持这个心态 所以就像我以前 我要回家见我的爸爸跟妈妈 或是见我的哥哥 我都做全行的 我就 因为我不能把我自己 又拉到我是他儿子 我是他弟弟 然后又引起过去式的业 所以为了要见我的这些过去 跟我有这些情缘的 有业缘的 我要更认真 我要保持正念 不然回去以后 我又还俗了 我又跟家里在那边五四三二一 过去的业又来了 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记住 所以你在这个事件上 事实上跟你 在你左右的人 你的先生太太儿女 昨天你这样 大部分都是你的最亲爱的人 爸爸姐姐儿子女儿 所以你要很小心 各位你现在在修行 那你只是运用这个假的因缘 去给他真理 可以 但是你又不能落入那个情感 我知道很痛苦 明明你很恨他 很恨他 所以那天有一个人问我说 师父我为什么 我为什么 我的女儿跟我合不来 两个人她一直找我麻烦 我真的给她去的半死 快死了还去的半死 她自己生的女儿 你知道为什么 上辈子妈妈是大老婆 然后呢她现在生的女儿是她的 她们两个一起嫁给同一个男人就对了 你看她两个要不要炒一辈子 那现在又来做母子 所以一个妻一个妾 现在做母子 两个现在还在干 谁也不服谁 所以她又被过去的业又卡住了 所以那你现在用我 那我是你妈妈 你为什么做女儿不听我的话 那你也被现在的业卡住了 那现在我们学佛了 那怎么办 我是观音菩萨 因为我在念的时候 我是观音菩萨 所以我必须用一个清静的心态 尊敬你的心态 对你慈悲的心态来跟你相处 不然还有一个 有一个太太跟我说 师父我受不了了 我那个老公啊 真花啊 真花 然后每天赌博啊 对我不好 那为什么 为什么她离不开她 为什么她离不开她 知道吗 她那个老公是她上辈子的唯一的儿子 妈妈不会放弃儿子的 但是儿子怎么会对妈妈有兴趣的 早就没有兴趣 但外面还有老婆的 但是她又落路了 一个放不下 一个执着 妈妈永远一直念儿子 一直念儿子 所以她的先生在她面前 一点身份地位都没有 因为太太在讲话的时候 过去的妈妈的口气又来了 我想每一个人都会被这个业卡住了 但是修行 那你要学习 当你念心经的时候 当你打坐的时候 那时候是全然放下 全然放下以后 不是醒过来 初定的时候又恢复 那你要用你所思维的方法 来对待你的妈妈 对待你的儿子 对待你的太太 要这样 但是如果你现在还没办法 那至少你要保持正念 千求阿弥陀佛加持 等一下我要跟我太太讲话了 等一下我要跟我先生讲话了 一直念观音菩萨 因为你要先修前行 修前行不是光法会要前行 这个事情会让你起心动念 你就要开始准备了 一直准备 所以就像刚刚说 各位要去投了 你现在变观音菩萨 因为你有悲心 投下去才会变甘露 如果你没有悲心 投下去变一包垃圾 又给人家烧焦了 所以你要加住那个念头 当然我们没办法百分之一百 但是朝这个方向 有三十分变五十分 有五十分变六十分 哪一天变一百分呢 那就成佛了嘛 那至少你知道 为什么要努力了 精进 精进保持在福慧双修 精进保持在空性悲心 那这个佛陀说 他可以加持你 但是他不能帮你修 你要自己愿意精进 你越精进就像你窗户打得越开 佛光加持越大 你的镜子越干净 然后投射就越大 所以不能让各位 也不能让我们自己 一直被世俗 被世俗的心态所拉去 所影响 所以愿大家经常坐在天空下 享受自然 思维佛法 所以各位一定要让自己 有时间去 去 离开家里 一天七天 住在寺庙 清净的寺庙 住在树下 好好的 按照经典去专心 一天念一遍地藏经 慢慢念 整天都在做地藏菩萨 不是念完地藏经下课 我今天念一部地藏经 整天都在按照地藏菩萨的本愿 在修行 也思维了地藏菩萨 过去如何发心的 地藏菩萨度的对象是什么 就让自己在一个地藏菩萨的深口意 就叫地藏三昧 一天 两天 三天 四天 七天就叫地藏佛妻 阿弥陀佛佛妻 所以七天都在极乐世界 七天都在阿弥陀佛的悲心菩萨心 七天都在阿弥陀佛的清净 不要把它当作一种功课 我一天要念一万遍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看 九块九了 阿弥陀佛念完了 然后呢这个就变成很骄傲 我念完十万遍了 念完十万遍呢 一点味道都没有 因为你的动机 你在赶时间 所以我想 他跟我们讲一万遍十万遍 他是叫我们给我们一点努力 但是不是变成为了一万 是要有十万遍的往生净土的快乐 是有十万遍的求生净土的愿力 甚至有十万遍的阿弥陀佛的悲心 那不得了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各位 你抓到这个方法 你做什么修行都可以 但是你这个修行 一定要让别人感受到你的清净 你的味道 你的人格 你的待人处事 所以虽然你很讲慈悲 结果你这个 这个颜值笔写一写 没水就给他丢掉 你在旁边看 你会 这个人怎么这么不慈悲 这个颜值笔用完了 应该感谢他 谢谢 既然没有水 就给他 就丢掉 摔他一下 甚至 那这样就 完全跟你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上回我跟一位法师在东南亚 人家给我们很热 给我们椰子吃 结果我们一打开 就好热 喝椰子 那位法师抱着椰子 跟他谢谢 谢谢 这是椰子蛋 椰子树生 这个椰子是要传宗接代 对不起 我把你拿来吃 阿弥陀佛 他先有感恩的心 因为他想的是对方的立场 那我们口渴的人是想到我的立场 那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想各位吃顿饭的时候 感谢三宝的加持 让我也有饭吃 哦 感谢六道动身的种种因缘 创造了这个饭 所以你既然自己要吃饭 那要去想到其他众生 是不是都能够圆满吃饭 佛法的每一个仪鬼 都让我们觉得 这个时候毫无贪嗔痴 充满了虔诚 充满了祝福 更把这个功德 要回向给众生 充满了慈悲 那这个就是佛教的修行 修行是让我们的心 不是负面的 就一直保持在一个正面的状态 老实说 就像一个女孩子 觉得她很幸福啊 她家里对她很好 老公她就不容易生病 因为她很幸福嘛 睡觉也很好睡 当一个人觉得她不幸福的时候 心情不好 睡不好 吃不下 脸色苍白 病就来了 痛苦也来了 世界也跟着她糟糕 为什么 你一个人生病 全家就很烦恼啊 你的朋友一想 哎呀她生病 她心情也不好啊 所以不是光影响你的家人 万法为新造 每个人的心 都在影响整个法界 整个世界 这个世界好好坏坏 是有情的心的贡业合起来的 所以因为如此 所以各位要负责任 我要对整个世界 都要负这个责任 我不能让自己 有负面的心态 有这些五毒烦恼 因为这个贪嗔之烦恼 就一直在制造地狱 二鬼道制造痛苦 也唯有慈心 悲心 菩提心 无所求的空性 才会让这个世界 越来越圆满 这就是佛教的本意 所以很多人说 师父我要去哪里修行 修行在你心中 你不要依赖环境 这个世界的环境 连寺庙都有变化的 这个世界 你没办法 去哪里追求一个清静 有时候很困难 如果你有福报 那当然 这是个很好的祝愿 但是如果 那基本上 都在你心里面 你要让自己的内心 保持在这种 刚刚讲的 慈心 悲心 菩提心 追求真理的空性 拿摩阿弥陀佛 然后每一件事情 都变成 拿摩阿弥陀佛 所以修行不是在佛堂里面 如果你能够把握 我煮菜的时候 也在阿弥陀佛 我走路的时候 开车的时候 都在阿弥陀佛 什么叫阿弥陀佛 希望大家开车平安 希望他们都能够 进入解脱之道 成佛之道 就是用一个 利他的佛心 佛的心 就是利益众生 全然的利益众生的心态 去开车 去做生意 去生病 人生病的时候 也不要为自己可怜 生病的时候 为众生 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念药师佛 用这张心 来接受你的生病 但是你会发觉 十天的病变两天 而且你也帮助了整个医院 如果医院里面 有一个病人 用的这个悲心 在为整个医院 整个法界 都在念阿弥陀佛 念观音菩萨 念大悲咒 那医院真有福报 所以我们今天 大家来这个八香古证 来 念一下 共善业 我们大家 共同的善业 善共下师 各位有安忍 坐在那边 有些晒太阳 有些不舒服 但是我们忍 因为我们为了要 要利益众生 但是 当然讲过了 为了要利益众生 我们更要保持 无所求的平静 所以 而且了解一切 都是暂时的 我们早上来 等一下四点到 法会结束 对不对 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 每天都做得很充实 却放下 但是法会还在延续 你回家的路上 一直到你家 一直在延续 法会永远没有停止 为什么 法轮常转 只要你的悲心还在 那这个法会都一直在持续的 一个有悲心的人 住在一个酒店 请问那个酒店 有没有福报 就是这个意思 一个有悲心的人 到了一个人的家庭 他们全家有没有福报 对了 你记住这一点 所以我出家以后 我比较有这个感觉 因为我有出家 出家人人家就希望 你修福报 能够带给他家庭好 带给他们公司发财 人家带我们去医院 就希望我们出家人去看看病人 他会好一点 看看往生者他会超度 原来我出家就是这个责任 所以我必须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 去有灾难的地方 去有痛苦的地方 特别监狱里面 我到监狱怎么说 你知道吗 现在出狱 他们就眼睛真的很大 为什么 心出狱了 你不要觉得你被关了 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你已经在极乐世界 出狱了出狱了 你不要觉得你在被关了 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在被关 你就很压抑了 所以你的内心要超越这个关跟被关 我的内心里面在现在我在念佛 我在帮助同样的受行人 也感谢这些长官 那你的内心里面就超越了监狱 但是凡夫虽然在外面很自由 他内心却关在贪嗔痴里面 我要成功 我要做董事长 我要买车子 我要谈恋爱 我要抓住我老公 那你不是在监狱里面吗 这个三戒如火载 哪三戒 因为只要你有贪嗔痴 那你就被永远控制住 叫三戒如火载 所以呢 六道轮回 这个六道 你有六种根本烦恼 那你就在这个六道里面 永远被关得死死的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啊 修行你要知道 目的在哪里 不是追求外表 不是追求永远的健康 不是追求永远 老公很爱我 儿子很孝顺 那你又被他卡死了 无所求的 只有慈悲 你对我不好 我也对你慈悲 你对我好 我也对你慈悲 只要你能够 离苦得乐成佛 因为我们目标抓住了 所以虽然他跟我们讲世间的话 但是我们会给他转为佛法 所以有时候我跟 这些领导在吃饭啊 打工得主在吃饭啊 他们找我 但是我只是跟他们讲 你的心态怎么做 你才会官越做越大 你心态怎么做 你才会赚钱先引导他们 你全然的为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所以有很多 因为我在马来西亚 台湾 他们有选举啊 他们问我这个问题 我说如果你是为国家 为老百姓 你去参与这个选举 这个动机啊 活菩萨 护法神都会护持你 老百姓也会喜欢你 对不对 那你自然 这个心态 就会让你当选 你要满足了 这想法 但是如果你没当选 那是因为你的心态 动机有一点问题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懂了这些简单的方法 所以各位刚刚在念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 那我们要祝福哦 今天这么多人布施 就是像各位今天用灾 有人供灾 今天八项古庙替我们准备场地 帮我们提供我们这么好的庄严 每人的法师帮我们祝念 哎呀 我们都随喜 看到这么多人在上供下施 焉供要供 打灾 供生 那我们都要随喜他 所谓布施者必获其利益 希望他们呢都得到真实的利益 现世的安乐 来世的解脱 特别我们出家人每天都要慈念 为什么 出家人又没有在赚钱 也不能赚钱 出家人从早餐到晚餐 穿一件衣服 都是人家布施的 所以要时时刻刻感谢这个空性 为什么 离开世界离开众生就没有我的存在 我们出家人就是 把这个当做你的修行 原来一切都是缘起的布施供养 我才能够活着 才能够修行 那我想各位列一下 降魔成道 你要成道 那魔都在你身边 所以八大人约定说 四种魔一直在你身边 身心里面 但是你不要变成魔子魔孙了 只要你有所求的时候 放逸自己的时候 起心动念的时候 所以我这样讲老师说 你看到喜欢的男人 你看到喜欢的女人 你就会起心动念 对不对 你看到喜欢的衣服 好吃的 你就会起心动念 但是这是正常啊 各位不是排斥它 这个念头的本身 就有佛性 贪 贪嗔痴 慢疑 你能够看清楚它 你就变成圆满的五种大智慧 所以离开贪嗔痴 慢疑 你不可能成佛 而不是去排斥它 跟它对立 这一点要知道 所以并不能说佛会看不起众生 看不起众生你就不可能成佛 佛是需要众生 有了众生才需要佛 所以没有黑暗 你怎么会有光明 所以佛法里面就叫你看清楚它 了解它 形身波罗波罗蜜多识 分析它 不要被它这个像 凡所有像都在骗你的 所以都是虚幻的 那你要借这个境界 去修行 你吗 你的音乐 我好过费 冲则 你不可能成佛 找我 你不可能成佛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1996-5232 1996-5232 护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手基本上是一样的 都是朝正面 基本上是入水水花 我们要做到越小越好 我觉得最最最紧张的时刻 就是叫到你的名字的时候 薄姓纯 我待会换你们 那一刻其实你是最紧张 深呼吸 防御就是最好的攻击 防御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事 你口都在反了 最重要的就是双手举高 保持大概在耳朵旁边 大概45度左右 最重要一定要保持微笑 手大概就是这样子 一整天下来其实也蛮累的 会觉得肩膀有点紧张 手有点没力 我会在内心告诉自己说 烫包我可以 我很棒这样子 献给狗狗的白雪世界 石邦奇是一只哈士奇 和德国狼犬的幻种狗 它被人遗弃在了街头 幸运的是 它被威斯康星中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 于是它便在收容所里 等待着新主人的到来 嗨 石邦奇 你在看什么呢 我的好朋友汤姆 刚刚被人领养走了 他真幸福 有了自己的主人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主人啊 石邦奇 你长得这么可爱 一定很快会遇到爱你的主人的 嗯 希望我的主人能够快点来到 哎呀 下雪了 看来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我们这里领养宠物了 雪 下雪了 好漂亮的雪花 石邦奇 下雪而已 你有需要这么兴奋吗 当然了 我最喜欢下雪了 好想跑到雪地里 玩一玩啊 哦 我差点忘了 你身上拥有哈士奇的噱头 我想喜欢雪应该是雪超犬的天性吧 是谁 是谁来了 好像是一位陌生人 哎呀 爱希丽小姐 下这么大的雪 你也来啊 哎 我还以为 你今天不会来了呢 昨天就已经和你们约好了 我怎么能够施约呢 爱希丽小姐 你真是个信守约定的人啊 来吧 我们这里等待领养的狗狗非常多 谁能够成为你的宠物 那真是它的福气 咦 这只小狗怎么这么兴奋啊 哦 你是说是邦齐啊 他呀 非常喜欢雪 每次看到下雪 他都会格外兴奋 是吗 我也非常喜欢雪耶 能把它放出来玩玩吗 当然可以了 你看 他就是这样 特别喜欢玩雪 哈哈 那我就选她了 嗯 好的 我相信 史邦齐跟了你 一定会非常幸福的 就这样 喜欢雪的爱希丽 领养了同样喜欢雪的史邦齐 哈哈 好了 不玩了 史邦齐 我们休息一会儿吧 史邦齐 我想以后我们很难再有机会玩雪了 我们要搬家了 要搬到南方靠近加勒比海的德克萨斯州 那里的冬天很少下雪的 你愿意跟我去不太下雪的德克萨斯州吗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陪着我 史邦齐 就这样 爱希丽带着史邦齐 搬到了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之后 喜欢玩雪的史邦齐就再也没接触过雪 史邦齐 你是不是又想玩雪了 真是对不起 这里很少下雪的 不过 我答应你 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陪你玩雪的 然而 爱希丽一直居住在德克萨斯州 没有机会带着史邦齐去寒冷的北方玩雪 史邦齐 史邦齐 你在哪里呀 我给你买好吃的回来咯 史邦齐 最近你怎么精神都不太好呢 你看 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饲料耶 奇怪了 过去他一闻到这个饲料的味道 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可是 最近他好像一点胃口也没有啊 爱希丽 我看史邦齐好像是生病了 他最近的状况不太对耶 我们应该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嗯 史邦齐最近的确有点反常 是该检查一下了 爱希丽 你的狗狗已经是癌症末期了 好 这 这怎么可能 史邦齐 他那么健康 怎么会是癌症末期啊 医生 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帮他治疗康复的吗 没有了 癌症末期还能有什么办法 看得出来他非常依赖你们 所以 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多陪陪他吧 嗯 真不敢相信 我真不敢相信 史邦齐怎么会得到癌症呢 他是那么的强壮 哎希丽 不要太伤心了 我们不应该让史邦齐感觉到悲伤 接下来的日子 我们要让他在欢笑声中度过 对 你说的没错 我要让接下来的这段日子 成为史邦齐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 史邦齐 可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他喜欢什么 我们就为他做什么呀 对了 雪 史邦齐最喜欢玩雪了 史邦齐 你想玩雪是吧 好 我答应你 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痛快快地玩雪的 就像过去那样 哎 希丽 你怎么能答应他这种要求啊 要知道现在可是夏天 就算是冬天 我们这里也不一定会下雪啊 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史邦齐玩到雪的 为了满足史邦齐的愿望 爱希丽和朋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爱希丽 你这是要做什么呀 这是什么机器呢 这是一台人工造雪机 啊 人工造雪机 没错 我们和爱希丽一起 租了一台人工造雪机 我们要在这里一起为史邦齐 下一场剩下里的六月雪 好了 安装成功了 我要开机了 好的 成功了 真的下雪了 不知道史邦齐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 雪 是雪 下雪了 太棒了 下雪了 你们看 史邦齐多高兴 咦 这场雪和记忆中的怎么不一样啊 周围一点都不冷 史邦齐 虽然这不是真正的雪 但我们希望你能感到快乐 谢谢你 爱希丽 我最爱的主人 应经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素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般若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优独播剧场上 优独播剧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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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上